Hi 各位我是尹川一 歡迎來到我的新海誠系列第三集 今天我們來講新海誠全七部電影的排名 新海誠作為一個導演拍電影至今也已經快二十個年頭了 不得不說 端看其他像宮崎駿、金敏、戲田首甚至安野秀明等 也是非常知名的動畫電影導演的發展歷程的話 一般來說 這些人通常會在第一部原創獨立電影經歷屬於自己的特徵 然後到某一個時期達到評價跟綜合品質的高峰之後 越往後面就會開始慢慢偏向小眾、個性化、漸走偏方的路線去發展 可是就只有新海誠 這一個幾乎可以說是所有導演中受眾最固定、類型最單一 反正就文藝愛情片馬的導演 就只有他在所有人都認為他的風格已經固定到改無可改的時候 卻因為一部你的名字而儀器之間 成了最接近宮崎駿繼承人的第一後補 關於到底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可能以後這短時間跟大家聊 我們現在還是來回頭看看新海誠這20年來所累積的經典作品吧 呃好吧第七名我們看到的是雲的比方圓頂的場所 先說我並不認為它是一部爛片還什麼的 只是... 該怎麼說呢 這同時也似乎片對我來說最大的問題 它沒辦法帶給我任何的情緒波動 雲之比方的背景設定在一個神秘的未來世界 故事講述兩個男主角準備前往夢中世界 拯救沉睡中的女主的過程 平行世界、巨塔、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對新海誠以前真的是有搞過這種超級複雜沒人看得懂的科幻題材 可是問題來了 當時的新海誠還以所謂的影像文學文明 當然講白話點也就是幾個畫面配段好像很優美的詞句 必須說知道在他和他的貓、秒數、公分這一些 單從一兩個人的角度出發念白的作品裡面 都還算是很管用的 因為這大概也是電影唯一一種可以讓我們100%就跟讀小說一樣 去深入了解角色心境的手法 可是當一部片三個主要角色通通都用幾乎一樣平的語氣 講著他們內心的掙扎 然後觀眾腦子裡還在想 等一下 剛剛那個機器是什麼原理? 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難把自己帶入到任何一個角色身上啊 而且你知道這部電影的結局其實某種程度上 跟天氣之子的結局是同一個原理 只是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特別好或特別壞的結果 沒有得到任何好像有點滿意或者不滿意的答案 就跟我在看這部電影的狀態是一樣的 什麼 都沒有 我沒有感受到任何 連憤怒都沒有 任何一丁點情緒波動 我看過這部片最像的電影應該就是FRQ了吧 好的再來第六名 追逐煩馨的孩子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前在他一開始就出場啊 可是摸著良心講我看的還算是滿開心的 而且本作也絕對不是一部沒辦法享受的電影 追逐煩馨的孩子劇情講述女主角跟他學校的老師 因為一些因緣巧合來到了地下的死後世界冒險的故事 是的我想光看畫面就能看出來這部當初之所以吃憋的 至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太吉普利 可是我真的得說在那些 不是吉普利出的但卻長著一張吉普利臉的電影裡面 追逐煩馨起碼也可以排到前三名的... 嗎? 不過對 他的確是一部問題不少的電影這無可否認 可是 光是看到星海誠沒有在描舞的成功後 就此決定把文藝愛情片的道路一路走到黑 仍然願意去突破自己的框架挑戰不同種類的題材 光是這一個精神也絕對是值得鼓勵的吧 再來第五名 星海誠的處女作《星之聲》 故事背景適應在2047年 但手機還是朝他們老舊的平行進外來世界 講述男女主角隔著一整個銀河系 單靠一條條的郵件聯絡的傳訊過程 是的本作放到了現在不管是作畫還是CG都已經老舊到有點可笑的地步 不過星之聲所帶出的那種微小但同時卻又非常強烈的情感 可以說是從頭到尾貫穿了星海誠早期的職業生涯 特別是本作的場景設定在了一個浩瀚沒有邊界的外太空之中 傳一條小小的簡訊隨便就得花個好幾年的時間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人與人之間的牽絆到底有多麼的微不足道更是完全被突顯出來 說真的就我自己私心的喜好喔 如果哪一天星海誠會想要拍某一部作品的續作的話 我個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星之聲2 不只是因為他的故事沒有講完 而是這個世界觀跟故事的核心價值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接著沒有第四名我們直接看到了第三名 你的名字 好吧他的故事在講什麼應該是我唯一不需要特別解釋的 但反正不管你的名字讓星海誠的電影變了多大眾 甚至可能讓老粉覺得他已經不是原本的星海誠了 但我們真的還是得對星海誠他在經歷了前面追逐煩星的失敗後 仍敢再度挑戰突破自我的這份勇氣至上最高的敬意 並且你的名字也不負眾望的將他推上了風頭浪尖 好吧說為電影本身 就你的名字這部電影來說 光從他的敘事就能強烈的感受到星海誠的爆發 各種驚鴻一瞥的蛛絲馬跡 無聲無息的騙人剪接 我得說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拍出一部很爽的商業片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但實際上絕對不是 就可你不會覺得高中老師當起來比大學教授輕鬆一樣 你的名字雖然主題上還是一部愛情片沒錯 可是他的結構絕對不會比任何一部解謎懸疑電影鬆散 他的前半段看似就是很普通的把劇情給帶過去 然後偶爾穿插幾個笑點 實際上卻打從一開始就一點一點的鋪下了各種為後面世界做鋪陳的線索 這真的是一部看第二次反而更有趣的電影 並且與此同時 本作更是集結了星海誠以往幾乎所有作品的要素 星之聲跨越時間的訊息對應龍根三葉穿越時空的交換 雲之比方的男女主角在半身之時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重逢 對應龍根三葉在身上初次見面的場景 追逐煩新孩子中的彼岸世界對應戲收聽的神山 炎夜之庭引用過的萬葉集還有他的女主角小雪老師 以及電影最後那個完全致敬秒速公分的結局 現在的電影中太多所謂的致敬、極大城最後都淪為純粹賣個情懷 沒有靈魂拿來充數的手段 可是你的名字在集結了所有以往的元素的同時 一點點也沒損自身的樂趣以及感動 本作是一個里程碑但也是一個全新的起點 所以你的名字就是我的第一個第三名 再來第二個同樣並列第三名的秒速公分 對的當別人問到你最喜歡的新海誠電影 你想回答一個很屌但又不會被別人當作 哎唷!假新海粉喔!的答案的話 回秒速公分遠遠會是最保險的 就跟別人問你最喜歡哪帶刺客教條 你就一定得回二代一樣 好啦對不起我開玩笑的 不過這也反向證明了秒速公分 對新海誠現今的地位有多麼大的象徵意義 他就是舊時代新海誠的最高代表 秒速公分的故事分成三個章節 分別講順男女主角從認識、相戀到見行見人的過程 不用我多說大家應該也都能看出來本作的一大核心就是距離 新的距離、人的距離以及時間的距離 有時候就算人的距離隔了好幾個小時的車程 但他們的心還是緊緊的靠在一起 有時候就算人的距離近在咫尺 但新的距離卻像隔了一個宇宙那麼遠 有時候就算互相傳了千百封郵件 但時間的距離終究還是無法彌補 這樣的距離是如此的頻繁 就算不一定跟愛情有關 但是肯定任何人都多多少少能夠在本作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這或許也是秒速公分至今地位仍然難以動搖的原因吧 第二名炎夜之庭 是的,這部本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我最喜歡的新海誠電影 本作的實驗背景設定在美語季節 劇情講述夢想成為邪將的少年孝雄 跟他在公園的涼亭偶遇的神秘女子血野的故事 既追逐煩新的孩子的微微滑鐵如厚 新海誠皆是推出了炎夜之庭這部只有40分鐘的小電影 這某種程度上既有回歸原點 重新確認自己的根本用意 同時也是新海誠的一次對電影畫面呈現的實驗 畢竟各位光看這個畫面應該也能深刻地感受到本作在視覺上的震撼力了 別忘了這還是一部2013年的電影 我至今都還記得第一次跟宅友們在西門町特技場看到這個等級的畫面的震撼 其實這個部分對我來說也顯示出新海誠跟日本其他那些主流動畫導演像是宮崎俊的戲田手的最大的不同 就是新海誠完全願意去擁抱最新的技術 不斷的挑戰去把CG跟手繪作畫融合的更加自然 就連分鏡也不是就坐在桌子前埋頭苦幹 新海誠實際走到街上、車站裡用iPhone捕捉下所有人類感官可以感知到的資訊 最後創造出來的就是本作遠超其他動畫的表現力 跟彷彿能把人吸進螢幕裡面的深力一起淨感 好的講完了畫面我們還是得回頭說故事的部分啊 即瞄我的距離、追逐翻新的放下後 《閻夜之庭》這次講的是一個關於前行的故事 一個還不懂怎麼踏出頭往夢想第一步的少年、孝雄 以及另一個忘記的向前走方法的大人、雪野 他們都會卡在了人生的某一個階段 看不清未來的方向 本作中引用的一部重要經典 《萬夜集中》所描寫到的《戀》 在世紀中寫作《撲杯》 孝雄跟雪野他們兩人之間的情愫 其實並不像是一般我們會看到的 互相看到了對方的好 反而更像是兩個同樣孤單的靈魂產生了共鳴 因此互相吸引 雪野是孝雄 孝雄也是雪野在風雨中的一個避雨的涼亭 而看他們如何影響彼此重拾向前走的動力 就是《星海城》放到了本作的另一個重要關鍵物品 鞋子上的意象啦 人生不會總是風調與順 遇到挫折了 就停下來休息一下 然後繼續向前走 或許不只對男女主角 這部片對《星海城》自己來說 可能也是代表一個受挫後重新出發的信號的 最後第一名我在我之前的影片裡面就都有提過 就是《天氣之子》了 關於本作我想說的話大概都已經在之前的影片就有提過 這裡就不再贅述 對!《星海城》的影像文學沒有回來 我不敢說今後就永遠不會回來了 但至少《天氣之子》告訴了我們 《星海城》絕對沒有為了安於現狀而放棄前進 這是一部比你的名字更樸素 但卻也是一部更為真誠的電影 《星海城》在其中所闡述的議題灌注的情感 不管是天后變遷還是年輕人議題 應該在今後都會跟《星之聲》的距離一樣 變成《星海城》後續作品的主要核心 而且有趣的是 我們那個每次都說退休 但一定都還是會回來拍電影的頑固老爹宮崎俊 他預計付出的電影片名就叫你想要活出怎麼樣的人生 這其實跟《天氣之子》《星海城》想要傳達的東西意外的蠻異曲同工的 先說我不是很喜歡把誰跟誰湊隊成什麼業界CP 還是什麼師徒接班人之類的 而且如果真要說的話相較細田手安野秀明 《星海城》本人應該是真的跟功勞比較不熟的 可是很明顯就現在的情況來看 《星海城》確實是那個最有資格接替宮崎俊 代表本事來年輕人的動畫導演 好啦 以上就是景川一的絕對私信《星海城》電影的排行了 當然除了電影《星海城》肯定還是有非常多優秀的作品 值得我們去欣賞 像是廣告《庫洞斯洛爾斗》 跟短片動畫《他和他的貓》 這些以後有機會的話我最早時間跟大家聊聊 如果各位有其他導演或者編劇希望我做一支影片 聊聊他們全部的作品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當然也別忘了留下屬於你的Top7星海城電影排行 我是景川一 我們下部影片見 тысяч全呔退 封在後封所联明的頻率 封事情 大概可以ท�封 困在好住來